走 操有点恐怖 希望这个雷声不要影响到本期节目 那么首先欢迎各位来到人类不是汤的频道 我们这一期就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大阪巫虎之号4Count 我们来做一下开箱跟品牌介绍 好那本期BookCount的话 在上期也讲过 它是基本跟艾伯斯是前后脚成立的 它是92年石田成立的 石田一开始做牛仔裤也是奔着复克里维斯这个方向去的 所以它在一些机器一些面料上的要求都特别高 它苦苦群艺那种面料企图模拟出 里维斯在四五十年代裤子裤子上用的那种柔软的那种面料质感 它当时也找到了钢山的一个代工厂 就是给comales代工的一个代工厂 里面有一些老机子能满足石田的一些要求 那么和很多品牌一样一开始走复克里维斯的脑路 但BookCount走着走着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他们的目标就是说要打造适合日常穿着的牛仔制品 就是舒适度在BookCount看来是十分重要的 BookCount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浮夸的设计 浮夸的作品是吧 它感觉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稳重 我们能看到它官网的一些东西都是偏向日常休闲的一些东西 所以当我们谈起BookCount的时候 可能谈的最多的就是它的一个金巴布尾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木层拓载 因为木层拓载穿过这条裤子 那么上面讲到石田香打造这样一款牛仔裤 要舒适柔软 要能模仿出美国四五十年代里维斯的那种牛仔裤质感 它也找了很多很多的棉花 最后发现金巴布尾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也是日本第一个使用金巴布尾棉的这样一个牛仔品牌 金巴布尾棉在棉花当中的产量特别稀少 说是说什么棉花中的老斯莱斯 这种在我看来可能是噱头 等一下用棉花中的法拉利 这种品牌出条牛仔裤 就什么牛王日本牛王 都是这种噱头是吧 这种噱头反而我会觉得 太浮夸太虚了一点了 但是我穿下来 我现在也穿了一条 我穿下来确实是蛮舒服的 因为它是那种长绒棉 我们听到最多可能新疆长绒棉 因为你棉花越长的话 你中间你棉花做成棉线的话 你中间断的地方就越少 你就摸过去就越光滑越舒适 他们家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使用的是13.7盎司的这样一个装量 这个克重的话 比我们平常穿的14.5盎司要轻一点 所以说金巴布尾棉跟13.7盎司的布料 就是福康特的一大特色 也正是因为这两点时的福康特变得舒适 这也是主理人的目标 那么我当年知道福康特也是通过这张照片去了解到的 可能很多人买福康特也是因为中了这张照片的毒吧 在那之前我一直是无法理解这些明星代言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现在国内一些小线路代言的一些手机 一些其他的一些护肤品 我这很难理解的 直到我看到牧村拓哉是吧 它代言的一些东西 更别说代言的只是穿了一下这条裤子 那就一堆人跟风去买 大神就不会是大神 我终于体会到这种冲动消费明星效应了 福康特是牧村大神穿过的裤子 我觉得福康特的地位就一直一立在那里 就倒不下去了 因为牧村大神现在年纪也大了 虽然也蛮帅的 但肯定没有当年帅吧 所以说他年轻时用过的一些 他当年穿过的875啊 这种东西就成为很经典的一个东西了 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明星了 但牧村拓哉肯定要算一个 我这一回就宁愿当一个脑残粉去 无脑的去粉他了 但他的作品我其实看的没有那么多 但牧村的魅力就是说 你看了他几件照片 你就爱上了这个男的 有没有 大致介绍一下 那我们来抓紧看一下这条裤子的外观 套牌上面写着这条裤子的一些信息 indigo blue 然后腰围30刚好也是我的一个码子 然后售价24800日元 产地日本 这条裤子是福康特的1100的一个裤子 这个保证票就是模仿的LVC那个保证票 给大家对比一下 LVC的这个保证票它质感更好 但它这个90%都模仿了LVC 然后LVC这边是双马皮牌 然后它就是双龙皮牌 皮牌的话上面也是有两条龙 但它他们家的皮牌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皮牌 它是一个鹿皮材质的 而且鹿皮的旧化效果会特别好看 我等下给大家看一下旧化效果 我先穿在身上 我要先去把裤子脱了嘛 我两条养过的跟没养过的来个对比吧 我先去脱下裤子 这一条是我哥养的Faucon它已经干了好久了 这个色落之后 这条也是木村的一个酷型 1208 多皮皮牌有其他皮牌比不上的这样一个质感 就是旧化之后这个效果难以形容 我觉得有点像红烧肉 就特别好看 裤子的粉线它们有加强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裤子的线 其实它是粗一点的 但是这个粗一点其实也没什么卵用 像你该爆档的还是会爆档的 就像这一条我哥养的这一条它已经爆档了 它也是自己有补过 所以说你基本上已经透了 它没补好它就随便缝了一下 所以说你会发现发现这个样子 就很搞笑 我哥也是很随意 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在这个裤脚上面用的粉线 它用的是一个缩率很大的一个埃及棉 而且它肯定也是用了这种老机器粉的 所以说这种裤子养起来之后 你的裤脚会特别好看 就会像这条已经养成了之后 有这种我们大家说的波浪纹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波浪纹 这种纹路确实是很漂亮 在很多这种复古老实牛仔上都有 就是说你的跟你的机子是有关的 你粉纹的一个机子 一些老机子 它是有这种误差的就能做出这种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棉花 缩率特别高的话 那你比如说洗一次缩紧之后 那这边就会形成这种效果 就特别真的真的很好看 那么带花的话 也像这种品牌一样 都是根据李维斯改的 它是这边尝出来的海鸥 尝出来的海鸥 我这一条它是油漆用刷的一条 它带花已经磨掉了 这大家能看到之后 它穿久之后的带花的一个效果 我的酷盘它也是这种包进去比较多 这具体工艺我也讲不上来 就是中间它会凸起来一点 这样子你养成之后就会特别好看 你没发现这种酷盘就是会好看一点 不像那种你如果是平的 它色落的这个层次就没有那么丰富的 而且Fourcounter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的色落可能会比其他牛仔裤要快 这一点对新人来讲是蛮好的 因为如果吊色慢的话 其实很多人它是没有养成 它就已经放弃掉了 酷型不一样 当然大家放在一起也能对比一下 就是Fourcounter的这样一个色落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种裤子真的是不是那么好见的了 因为你知道像养这样一条裤子 两年骑马的吧 就是说有多少人有两年时间能穿这种裤子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这一期节目 给大家看一下这条裤子的上升效果 哇 今天真超级热 今天真超级热 好吧 好久不见了 看起来 靠你这个头发看起来 我跟你说 你由我说 再做一个粉饰的衣服 就差不多像云牌子的 你给我来个红的 而且你头发就留这么长 谢谢 看见那样子 那样子观众明的 这样是蛮美的 能看到我内裤颜色 这个夏天穿起来很透气 内裤 那么本期视频大板 五虎之4counter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别忘了持续关注我 加莱这个系列也会持续的更新 好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